如果在夏天吃鸡排也不怕上火 因为里头包了凤梨水果还有蔓越莓 吃起来呢果香超级有层次感的 多汁而且不会干涩 业者还研发了泡菜口味 或是加入了酱爆起司 这附近啊还是OLO最爱的水果鸡排 咸酥鸡炸鸡排天气这么热 科技园区的OLO还是喜欢吃鸡排 为什么呢因为里面的馅料 厚厚的鸡排包裹着凤梨和苹果片 里头的蔓越莓酱汁多到外溢出来 这样的创意鸡排其实不止一款 旁边的韩国泡菜还有火腿起司口味 全部包进去 每到下午时分办公室的订单多到接不完 接电话接到手软 按着荧幕的手也停不下来 好吃受到科技园区员工们的喜爱 当然有秘诀咯 拍打着粉嫩的鸡胸肉被破半处理 再夹入每天现切的苹果凤梨片 多到会满出来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味手工熬制的蔓越莓果酱 最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果酱 然后它才能带出它的味道 你会觉得说会正在闻到那个水果的香甜味 酸酸甜甜的蔓越莓果酱 让鸡排和果香更有层次 而眼前这块黄色黄橙橙的块状物体 是起司鸡排的主角 跟火腿片酸黄瓜番茄一起加到鸡排里头 曼妙的滋味在舌尖跳动 每一口都有cheese 因为在制作的时候可是有大学问 这时候可以平均控制它量 因为有时候在忙 可能怕一下抓多一下抓少 那抓成这样捏成条状的话 其实下去再还是一样的效果 裹上湿粉 然后再加上干粉均匀分布 美味一下锅只要六分钟就搞定 滋滋作响耐心等待 炸好的鸡排 看起来鼓鼓的 好像一只鸡腿 切开来一看 每一个的断面都是多汁 而且饱满 每天早上开店 不到下午三点钟的下午茶时间 就接到数十笔订单 像现在下午这个时间 目前大概卖了四十几个 夏天原本是卖榨物的淡季 但是利用创意 把鸡排跟水果结合 逆室操作口味特殊 意外成为办公室领头OL的最爱